当时的话他拍的话就觉得 一下看照相机不好看 或脸上这边不好那边不好 他就觉得皱眉头跟我说不好看怎么样 然后我重新来过 我站这里一下站那里一下站 真的人很累很累 那你还不跟他发脾气啊 我跟他发了他有什么用 他反而自己算就是走掉了 他脾气比你还大 对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当父亲之后 我觉得就是很激动嘛 然后我也想把老婆的那个每天记录下 然后到时候做成一个合集 其实我就想以后给他一个惊喜啊 或者什么的 好好好 理解他也算是好心吧 想给你记录下来这个 怀孕的妈妈这也是挺珍贵的一段影像资料 咱这个也过去了 就生孩子了以后呢 生孩子 因为刚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是说我的宝宝可能会早产 所以说他就是在我预产期到了 他就提前请了一天假和到后面的话 给我留了四天假 一共五天啊 但是等到我真的预产期到的时候 我去做检查 医生说我的羊水啊 什么各项指标都可以 然后他可能是要超预产期了 然后那一天他就带走我去 在医院边上 走路走了四个小时 我腿走得很痛痛 但是他没有让我 而且回到家之后让我爬楼梯 从一楼爬到五楼 爬到家境十来一遍 但是我肚子还是没有让我反应 但是我腿已经很累很累了 我当时因为我也紧张 我也很紧张 因为宝宝快出来了嘛 那个预产期也到了 然后我在他马上预产期的时候 我就跟公司请假了 我都请了五天假 然后我很着急 然后产假也马上结束了 剩最后一天了 然后我就担心 可能到时候产假结束了 我不在旁边的话 没人照顾他 还有 但是你也不能说拖着我这样子 而且第二天 我当天没反应嘛 第二天的话 他就拖我到医院里 去问医生说能不能打摧残针 想宝宝早一点生 就是他其实是因为 想早一点能够回去上班 去重续他热爱的摄影视野 而等于催促着你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早点把宝宝生下来 对 真打了摧残针了 打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要生了 要生了 然后医生要帮我推出去 就是去产房嘛 他进来 当时还要跟 跟护士讲说 等一下 让他再拍一张 我当时真的 吼得痛得不得了 我只是想 但之前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但后面就是 他因为他生保护很痛嘛 然后我说 问医生能不能打 那个什么止痛针嘛 现在不是有止痛针嘛 然后我说 要不打个止痛针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好生一点这样 但是他 我们 他生之前 不管宝宝的东西 还是他的东西 我都买得很齐全啊 我也不是说不关心他 不是说物质的东西 我只要你 能在我边上 跟我说说话 说不疼啊 加油我什么样的 我心里也会好一点 是吧 但是我在那个产房外面 我也很着急啊 你着急 我在里面 我能干得到吗 你的心意 我能知道吗 我 我 谢谢观看